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你不了解不是父爱赖到现在还一无所有的男人 我们也有爱情 我们也想要和自己最爱的人走到最后 所以只有靠着自己那双手去努力的奋斗 因为我想要给我们那些女人幸福 想让我的女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可是到最后拼搏到了 最爱的女人不见了 得到了那所谓的财富 可是那个让我最深爱的女人 却已经消失不见 男人都会什么样 看着偌大的屋子里只有自己 那叹叹巍巍的手指尖 夹着酱要灭了的香烟 每天生活在那些酒用饭菜的日子里 我们男人也不想 曾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发下了神话般的誓言 当初是那些话 我不在乎车 不在乎房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样都愿意 可是走到最后分手的理由 一句话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因为你们说出的这些话 男人们在奋斗 因为我想要给自己女人幸福 有很多人在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那天又今天想问问你们 没有钱不坏的男人 你们要吗 你们不要 女人和男人哭的比例是五比一 你们女人因为一件小事也许哭了 男人都会跑过去低下头 因为他爱你 他会为了你干所有自己不爱干的事情 可是你想过男人吗 他在外面受苦受累的时候 眼泪包含住了眼 不敢往下流 用苦用泪的时候 只有把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咽 可是你们女人最后的回报是什么 是背叛还是离开 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女人提出来 我要车 我要房 我很好奇的是 你们哪里值 有什么勇气提出这个要求来 你有学历 长得漂亮 我在这里问一句 又有几个女人不会做饭 又他妈有几个女人是处女 我相信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反驳我 不是处女不也是你们男人干的吗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两厢情愿 如果你们不愿意 那男人就属于强奸 曾经有一个故事 男孩和女孩 女孩的母亲问着男孩 你有车有房有穷款吗 男孩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时候男孩的父亲说 请问你的姑娘还是处女吗 打过胎吗 吃过避养药 跟别人捅过鞠吗 此次女孩的母亲 无话可说 我只想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跟着那个有钱的男人 和那所谓的富二代 那并不是他们的钱 钱是他父亲挣来的 为什么能挣到这么多钱 就是因为他父亲在年轻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像他母亲一样 给你陪着他的女人 所以才有了今天 天佑小圈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愿做一个 重头陪的到老的那个女人 男人只会尊重 和他一起从坎坷走回来的那个人 如果你可以做到 男人会和你相继如宾 忠于你 爱护你 直到你不再爱这个男人为止 天佑把此次录音 送给所有因为眼前利益 离开了那曾经年轻的男人们 希望你们能以后珍惜 那所谓的真爱 我好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